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罗峰盘膝静坐在思雨殿内 殿下 我就在殿外 狄伦的不朽之力 穿过电厅 传音道 这件事 这眼珠王做的过分 纯粹是找茬 他们本身内部出现问题 还来找殿下的麻烦 殿下 不必担心 事情一定会很快解决的 没事 罗峰盘膝坐在笑道 也就一点小挫折 算不得什么 忽然 罗峰低头看向护壁屏幕 接到了一则通话邀请 嗯 老师 罗峰连翼式连接虚拟宇宙 虚拟宇宙与香山原始区 罗峰的庄园内 那穿着一身金色铠甲的猿人真眼王 正坐在厅内 罗峰嗖地出现 而后连飞入一楼厅内恭敬的行礼 托尔拜见老师 呵呵呵 坐 真眼王笑看了罗峰眼 罗峰坐下 关于你的事我已经知道 也刚刚查阅了下 乌龙星域那边的一些记录 真眼王看向罗峰 你和宇宙尊者所说可是属实 那科塞尔的确是刺杀你 且的确由火焰不朽神灵来刺杀你 是的 罗峰恭敬道 至于和宇宙尊者所说基本属实 有一些小问题上 这则不想说出 的确算是基本属实 罗峰编造的话 抵挡科塞尔并非是靠实名戒主 靠的是他自己的灵魂虚空之塔防御 杀火影不朽神灵 也靠的不是火神精精 而是精角巨兽 总之 整体属实 牵扯到重要秘密的 则是稍微圆晃 嗯 真眼王点头 也不再追问 作为存在亿万年的古老存在 真眼王很清楚一些能够在浩瀚宇宙 站在巅峰的超级天才 几乎个个都有一些特殊的记忆 他也清楚自己这个弟子 肯定是有一些特殊记忆的 魔鹰神将传承是一种 在得到这传承之前 他也猜测到罗峰还有其他记忆 不过 人都有秘密 真眼王也不可能非要将弟子所有的事都弄明白 他只需要确认 这是他真眼王的弟子 弟子做事没有触及他这个老师的底线 那么其他事他是绝对不会多管的 既然你确认这事的确是刺杀你 那么这件事就没有问题了 真眼王笑容中有着一丝豪气 不管怎样 你也是我虚拟宇宙公司的天才 那眼珠就算再霸道 也没资格决定我虚拟宇宙公司麾下成员的命运 罗峰暗松一口气 你将你和眼珠的对话都详细的给说给我听 真眼王说道 是老师 罗峰立即将之前的一系列对话全都说了一遍 真眼王听完顿时笑了 哈哈哈哈 你这扯大旗倒是会扯 扯九剑尊者的大旗就算了 毕竟将来你成为不朽神灵 也是九剑尊者的麾下 你竟然扯起了天使公主的大旗 哈哈哈哈 听到天使公主这名字 那眼珠肯定是吓得心慌啊 天使公主这么厉害 罗峰低声的问道 比九剑尊者还强 哈哈 天使公主坐镇天使公 镇上那雪落世界亿万年 真眼王眼眸中也有着一丝敬仰 那可比宇宙国主 宇宙尊者们要强得多 是我虚拟宇宙公司真正的最高层 当年他能指点你 的确是你的大运气啊 罗峰按惊 老师都这么说 天使公主的地位果真了不得 对了老师 那眼珠王为什么怎么针对我呀 罗峰疑惑道 之前我可从未见过他 呵呵 主要是为师的缘故 真眼王眼眸中有着一丝不屑 持笑道 那眼珠论物性论子质论天赋 其实都只能算是一般 如果没有什么人指导 让他自己修炼 想要成为戒主都是千难万难 可是他有一个很强大的父亲 巨服斗舞场的真正的爵士天才 也就是现如今的巨服斗舞场的 是火尊者 是火尊者 罗峰疑政 嗯 真眼王感叹 那才是真正的局势天才 丝毫不比为师说的可递差 借主其巅峰 也可灭杀封侯级不朽 带得突破为不朽 直接就是封王级不朽神灵 而后过了数十万年 更是成为宇宙尊者 罗峰暗叹 是火尊者就这么一个独子 可以说耗费了无尽资源 无尽心力 真眼王感叹 让他的独子 严是一直停留在戒主级 让他的儿子 严是一直不及的突破为不朽 而是足足在戒主级 停留超过九百万年 罗峰大迟一惊 之前龙爵王说 掩尸王是个天才 刚跨入不朽 就是封侯级盯峰不朽 可现在一听 竟然在戒主级停留超过九百万年 人类戒主的寿命极限 才一千纪元而已 更是将一级可怕的宝物 甚至连宇宙尊者 都会掩成的宝物 那是火尊者宁可自己不用 都给了他儿子 真眼王说道 什么 罗峰惊恶 你看到那眼尸王额头上 那些神秘的蜜文了吗 那是那些宝物 被他炼化后的外弦 真眼王感叹的说道 罗峰立即回忆起 初见眼珠王时的情景 看到那眼珠王额头上的神秘蜜文 那蜜文的确是让人感觉到 一种古老永恒的气息 无尽的资源宝物 还有连宇宙尊者 都眼馋的宝物 都用在了当时 紧紧戒主机的独子身上 真眼王感叹 单单眼珠王的身体 就被他的父亲 硬直用宝物提高到 看成完美的地步 所以他才美丽的动人心魄 再借主机苦修九百万年 加上无数宝物 怎么能不强 成为不朽神灵 即使封侯的巅峰 也非常的正常 真眼王摇头 就算普通的不朽神灵 得到那件质宝 也能达到封侯的巅峰 啊 罗峰惊诚 这么一说 那眼珠王根本就不是什么天才 他纯粹是有一个绝世天才 无比强大的父亲 真眼王迟晓 至于本身就是一个 完全被他父亲宠坏的 心胸狭窄的家伙 他一直嫉妒真正的天才 所以当年我崛起的时候 就跟我斗上了 不过却被我狠狠地蹂躏了一顿 我可不管其他 罗峰笑了 跟我斗 一直输 而我又不可能遭到欺压不还手 斗一次他输一次 哼 所以呢就成了死敌 真眼王摇头 你这人的狭窄兴凶 找你麻烦丝毫不奇怪 一来你也是天才 二来 他的确是恨我入骨 却拿我没有办法 所以当然拿我重视的弟子出气 其实 我算是给他面子了 他几次丢脸的事 我根本没有公开 主要也是不想饿了他父亲 他父亲 是一个真正的枭雄似的人物 一万年过去 实力也是深不可测 在巨幅斗舞场的地位 也是极高 罗峰点头 不足万年 就成为封王级不朽神灵 数十万年 就成为宇宙尊者 一万年下来 实力肯定更惊人 难怪那般嚣张霸道 难怪龙爵王 打脸王等四个 同样有背景的 却总是让着那 眼竹王 罗峰暗道 纯粹是被超级强者老爹 硬是捧到封王级不朽神灵 这一步的 他那父亲 付出的代价还真大 宝物自己不用 都给独子用 这件事你暂且忍着 真言王笑道 不管怎样 那世货尊者再强 也是巨幅斗舞场的人 他巨幅斗舞场的人 如果敢这样 明目张胆地 欺压我虚拟宇宙公司的人 我虚拟宇宙公司 当然不可能低头 罗峰点头 这牵扯到两大势力的一些暗中交手 眼卓王 再不甘心 也得最后放走你 真言王说道 不过你得等 等到高层有人发话 罗峰也明白 眼卓王的背后 乃是 世货尊者 自己老师真言王 也只是最接近 宇宙尊者的存在 和那等修炼 和那等修炼亿万年的 世货尊者比 地位相差 还是很大 这件事 单单自己老师的面子 恐怕还真不够 毕竟呢 眼卓王 恨真言王入骨 可不会给真言王面子 乌龙兴域 一座威鹅豪奢的宫殿内 真言王的一个徒弟 竟然都敢在我面前叫嚣 面容俊美的眼卓王 此刻表情却有些扭曲 眼眸中满是仇恨的火焰 回忆起当年 和真言王的一次次交锋 真言王可是真正嚣张起来 天不怕地不怕 同过天都不怕 续获尊者的独子 照样蹂躏不悟 眼卓王当年很惨 被蹂躏得很惨 如果真言王 不是稍微顾忌 是或尊者 恐怕当年会杀了眼卓王 哼 真言王 没想到你这个徒弟 也跟你一样那般嚣张 有那么个嚣张的老师 就有这么个嚣张的徒弟 没事 你徒弟在我这挂上号了 就算这次逃掉 以后有的是对付他的机会 眼卓王眼眸中掠过丝丝寒光 生存了这么多年 除了他父亲严惩过他以外 没有第二个人像真言王那般 对他侮辱那般深 当年眼卓王被蹂躏的发疯 曾经歇斯底里的咆哮 和他父亲喊 杀死真言 杀死他 他不死 我就死 有他没我 有我没他 可他父亲 侍活尊者的回应 则是 将他儿子 直指本心 罗锋 罗锋被关押的当天 徐尼宇宙的雷霆岛的一座通铁黑色 散发着无尽 让人恐惧气息的宫殿内 大殿之下 龙爵王攻进了贵符 埋头于地面 血活这个儿子 一直在找真言的麻烦 一道浑厚充满压迫感的声音 回荡在这无尽的宫殿中 同时 有有痴痴的声 不过 找到罗锋头上 就有些愚蠢了 罗锋毕竟是这一批天才中 被确认的十个精英种子之一 这件事情 无凭无据 想要让罗锋获罪 那真是笑话 大殿之上 高坐着一通铁黑色铃甲 长着一对黑色计较的丑陋生命 那高大魁梧的铃甲生命 正坐在王座上 他的右爪锋利无比 正随意的一次次划过王座的扶手 发出呲呲的声音 他全身散发着无形的威亚 让人惺悸 让人恐惧 手指悠显得随意滑弄着扶手 那黑色铃甲存在吩咐道 传令 去放罗锋 是 龙爵王跪扶着 依旧不甘抬头 龙爵王 瞬间消失 离开虚拟宇宙 物龙星域 那眼卓王 居住的那座 威恶的宫殿 迎来了一位客人 龙爵王 天欢 你来干什么 美能眼卓王 正躺在宫殿的第九层 电厅冰原的椅子上 旁边 有着两个貌美身材 较好的幻灵族少女 给他揉肩 垂垂 且坐在椅子上 即可摇看外界 无限的星空 甚至 看到遥远处 无穷无尽的 充斥星空的货物 眼卓王 龙爵王走过来 低沉道 奉上面的命令 释放罗锋 上面 哪个上面 眼卓王抬头 瞥了他一眼 我的直属 幽魔尊者 龙爵王说道 眼卓王听了 眼睛一抽搐 宇宙浩瀚 每一个宇宙国主 宇宙尊者的诞生 都是无比艰难的 无穷的岁月 宇宙国主 尊者 也就那么些 而其中即使是同为宇宙尊者 宇宙国主 也依旧是有高低之分的 若说天使公主 是一个传说 隐身天使公 亿万年未曾出手 单单靠名字 就让人惊惧的话 那幽魔尊者 就是一个血腥的神话 他的威名 完全是靠杀戮助救 甚至于 连他那可怕的身体 都并非天生 而是他自己 自创秘法修炼后 身体自然而然改变 变成了最有利于 杀戮的身体结构 绝对是属于 虚拟宇宙公司内的 杀神般的存在 我知道了 眼卓王皱眉道 眼卓王 龙爵王露出一丝笑容 同时挥挥手 那两名幻灵族的少女 立即退下 眼卓王看向他 龙爵王笑道 你我共事 也有着无尽的岁月 我也很少搏了你的面子 可眼卓王 这罗锋毕竟 是我虚拟宇宙公司 这一代爵士天才中 被极度看中的 几个之一 这次损失 不过才一千万 还原单位 这种小损失 就像扳倒一名 爵士天才 这是不可能的事 谢了 脸卓王眼睛一亮 他听得出来 龙爵王已经暗示他 罗锋是虚拟宇宙公司 在这一批天才 最看好的几个之一 没有真正的把握 还是别去对付罗锋 否则就是惹怒 虚拟宇宙公司 那群高层们 哈哈哈哈 那我先走了 龙爵王笑着离开 眼卓王亲自起身 送龙爵王离开 片刻后 眼卓王又回到了 那扑着妖族黄族 九蒙兽兽皮的石椅 躺在柔软的兽皮上 眼卓王眯着眼 这龙爵王倒是圆滑 两面做好人 眼卓王低声道 五大负责人 分别代表五大势力 一旦交易超过 一百万魂元单位 就得五人共同审批 满城岁月的共识 很明显 这五人都形成了一些共识 如眼卓王强势 另外四人 便稍微让着点 一般是 当然不会去惹眼卓王 如一些小额的交易 如果对付某个小家伙 想对付罗锋 龙爵王也是抱有底线的 比如眼卓王要将罗锋 押送到第一星域牢狱 他肯定坚决不同意 可只要不超过底线 他自然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再怎么样 罗锋和他关系中间有很浅 只要眼卓王不做得越过底线 那就随眼卓王耍呗 可一旦牵扯到 真正的大额交易 谁都不可能手软 牵扯到一些关系背后 势力脸面的 更是死都不能退缩 小小的惩治 关押罗锋是小事 是一些小打小闹 可若是将罗锋送到 第一星域的牢狱 那就是真正的丢脸面了 可惜也没找到一些证据 眼卓王眼眸中闪烁着凶光 如果能够诬陷是罗锋设局 是罗锋杀死那些引领者 一偷到上千万魂元 他妹的虫族尸体 那么罗锋就完了 得意弟子完蛋 那真眼王一定气得跳脚 真眼王先别得意 眼卓王表情有些扭曲 我有的是耐心 我一定会让你感到痛苦 让你死 只要能实现这一目标 我死都心肝 眼卓王的双眸眼神 有着病态的疯狂 一个一直顺风顺水 无人敢惹 父亲震慑下 就算那些强大存在 对他也颇为友善 顺风顺水上千万年 何等嚣张滋意 直到遇到真眼王 那个暴力凶悍的真眼王 丝毫不低头的真眼王 他遭遇最大的打击 他一次次卷土重来 却一次次被蹂躏 甚至于被蹂躏到崩溃 令他陷入蜂魔状态 当他当时对着他父亲 谢斯蒂里喊出那几句话 杀死真眼 杀死他 他不死我就死 有他没我 有我没他 可他父亲是活尊者 却将他送进第九星域牢狱 噩梦般的一千年 牢狱中的一千年 很多打击 甚至于都超过真眼王给予的 他仿佛陷入地狱 可是那些打击挫折 却令严卓王更加怨恨真眼王 认为这一切都是真眼王带来的 一切的人头都是真眼王 但从星域牢狱出来时 已经变得能忍忍 可实际心底更加疯狂的眼周王只有一个目标 让真眼王痛苦 杀死真眼王 我要让真眼王因为我而恐惧 后悔 不甘 实现这一切 死也心甘 骂狱中的情形 严卓王躺在柔软的九萌兽兽皮椅上 轻声道 一道鬼魅的身影出现 主人 鬼魅身影攻身 你前往罗峰的家乡地球 严卓王下令 不用做什么 只需要将我的一块不朽金 潜藏放在地球即可 你现在就出发 是主人 鬼魅身影恭敬他 嗡 道道碧绿光芒 笼罩四周 空间荡气涟漪 隐约一条空间通道 瞬间产生瞬间消失 那鬼魅身影 通过神国传送 已经离开乌龙星域 呵呵呵 真严王 我是不晓神灵 有的是时间 慢慢来吧 严卓王微笑着 笑容绝美 思雨殿 罗峰盘膝静坐在思雨殿 内 意识则是进入体内世界中 在广袤的体内世界中 黑衣罗峰正在无尽的海洋上空 宠足岛屿 宠足岛屿 宁 黑衣罗峰 摇指下方无尽的海洋 顿时 原本那些无穷无尽的海水 立即咆哮起来 随即扑扑扑的粉碎砍 化为一股股 纯净的世界之力 方圆十万公里范围的海水 全部逆天 变成了无尽的世界之力 随即 这些世界之力 开始不断的凝聚 化为连绵的山石 天空中 挥荡着无尽世界之力 也涌入 片刻 一座直径十万公里的岛屿诞生 岛屿上有泥土 草木 山丘 峡谷 湖泊 俨然就是一个正常的陆地世界 伊琳娜 从今天起 你就居住在这儿 黑衣罗峰吩咐道 手持着一颗世界戒指 魔皇伊琳娜就放在里面 从中央大陆 转移到无尽海洋上的一座岛屿上 是主人 魔皇伊琳娜和那虫祖母巢 同时落在岛屿上 这是三百戒主重足单位 据我所知 应该能制造由胡甲重足战士组成的三百万戒主军团 黑衣罗峰说道 同时将大量的重足尸体从世界戒指中拿出 就算在体内世界 罗峰也做不到瞬移 做不到将原文在中央大陆上的重足尸体 直接挪移过来 必须透过储存工具 运送过来 三百单位 魔皇伊琳娜疑惑 每个戒主重足单位 是十万具 戒主巅峰重足尸体 罗峰解释 旁边大量的重足尸体堆积 足足相当三千万具 戒主巅峰尸体 堆积成的一座巨大尸山 出现在一旁 哇 魔皇伊琳娜双眸放光 激动得胸口起伏着 你培育借主巅峰 胡甲重足速度怎样 罗峰问道 一天能培育十头 胡甲重足 魔皇伊琳娜说道 毕竟是戒主巅峰重足 每一头都允含极强的能量 所以速度慢 如果制造恒星级的一些重足 可以无穷无尽 不间断地 从我的重足母巢 各个洞口涌出 一天十头 一年三千多头 胡甲重足 三百年 才能培育百万戒主军团 嗯 反正我修炼也得很久 罗峰微微地点头 那你现在就开始吧 是主人 母皇伊琳娜 显得很是激动期待 母皇伊琳娜 飞入那重足母巢中 随即那超过八百米 好似圆球山的重足母巢 直接凌空飞起 一下子便砸入那一座 借助重足尸体山中 直接钻到 那尸体山的内部 开始孕育 黑衣罗峰慢慢地看着 过了两个小时多点 那座重足尸体 慢慢地蠕动 随即 一头高度超过十层楼高的 猙獰的重足爬出 他全身有着 无比厚实的甲壳 无比雄壮野蛮的他 当这头彪悍的借助巅峰 虎甲重足战士 看到罗峰时 直接一个火跃 轰隆一声 扎落在地面上 在罗峰面前 显得恭敬得很 第一头 胡甲重足 罗峰的眼眸中 有着一丝喜色 百万借助军团 罗峰仿佛看到 无穷无尽地借助 胡甲重足组成的军团 心中 不由热血沸腾 激动期待 至于制造借助军团的 重足尸体 是从乌龙心域内弄到手 对此 罗峰却没有丝毫地 愧疚不安 修行境界上 达到罗峰这种程度 早就明心见性 直指本心 看清一切虚妄 根本不会轻易地 被蒙蔽本心 心如明镜 看清一切虚妄 明心见性 直指本心 罗峰很清楚 自己的本心 自从离开地球 闯荡宇宙以来 作为地球的最强者 特别是看到 宇宙中 一些儿语我诈 看到那些古老家族 一个个破灭 一些星球被奴役 甚至于 看到金角族群 都成为人类的附庸 金角族人骨子里的 那种自卑和不甘 罗峰就有一种危机感 我必须变强 我得尽我一切努力 为我的根而拼 根若死 叶子岂能活 当年罗峰 就能去和金角巨兽 同归于尽 早就将地球 当作他的根 或许他很强大 超越整个地球 人类的集合 可是 他的根在地球 如果有一天地球灭亡 所有同胞都死去 那他就算孤零零地活着 又有什么意义 罗峰知道自己的本心 去燃焯灵魂 却和金角巨兽 一拼时就已经知道 自己需要守护 需要守护自己的家乡 自己的根 地球 前进 不断前进 我需要不断地变强 我会拼尽全力 罗峰双眸如刀 坚定得很 变强的道路上 或许遇到很多情况 比如之前遭到 虫族杀手的暗杀 那火焰不朽神灵 自爆死去 破坏大量的虫族尸体 这种情况下 罗峰社会很干脆 直接弄走 三百虫族单位尸体 弄走这么点尸体 对整个雾龙心语 可以说是一点影响都没有 可对自己成长 却有着极大的好处 又没祸害谁 为什么不做 祸害人 罗峰很少会干 可如果牵扯到地球生存 就算一些无辜 其他生命 罗峰照样会毫不犹豫的屠鲁 明确本心 做事便可以毫不犹豫 干脆过断 拿走那些尸体 就是拿走 屠鲁就是屠鲁 又如何 明星渐性 直指本心 只有坚定本心 不为外在的换货影响 不管是成为杀戮魔头 还是完美善良之人 还是好坏随心的协议之人 只有真正明确本心 才能在漫程的修炼路途上 走得越来越远 然而既是明星渐性 强者路途依旧充满危机 如这次罗峰就差点身死 啪啪啪 私语殿外敲门声响起 罗峰 你可以出来了 龙爵网声音响起 盘棋坐在私语殿内的罗峰 睁开眼 眼眸中有着嘶嘶笑意 明星 Park 这是深终的用sti 非常legproof 度很尝心 大熊 散尴